第一个小程式的主题叫做唱歌 首先在舞台背景这里把它替换掉 如果选择最左边这个icon 就会从系统的范例库里面挑选背景 第二个这一支笔是说我们自己来画背景 这有点难 第三个icon这个资料夹 如果你准备好了一张背景图在电脑里面 你可以用这个把它选出来 现在我们先用系统所提供的 我们要唱歌挑一个舞厅 舞厅属于室内 这个像是一个舞台的背景 就挑它 滑鼠点两下之后舞台背景就放上来了 让猫咪唱歌就不太合 所以把猫咪这个角色按右键 把它删除掉 我们新增一个角色 同样的第一个icon是说我从范例库里面挑选这个角色 我要挑一个歌手 歌手是属于人物 Singer 这位黑人歌手不错 我就挑选他把他放在舞台的上面 用滑鼠来点他 好这个位置不错 再帮他加一个麦克风好了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物品 麦克风M开头 这个 好选好麦克风 麦克风也是把它放上来 麦克风有点太大 太大的话 在工具这里 有一个缩小的功能 我可以把麦克风点一下 让它稍微缩小一点 那么我再把这个歌手往左边一点放 放到适当的地方 这样就比较像是歌手在唱歌的吧 唱什么歌呢 我在歌手这里 帮他找一个音效 这一次 在磁碟中 帮各位准备好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就是 OOO 这个音乐档 我们把原来的PUB删掉 这个音乐档 你可以听一下 好 蛮符合这个歌手的造型 对不对 现在我们开始写程式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 缩小成预览的界面 这样可以让我的程式区 获得多一点的空间 我们程式开始的时候 都是由这个事件里面的 绿旗被点击 就代表我要开始执行了 绿旗一点 先放音乐吧 就从音效这里 我们就把这个音乐一直把它放 放到它完 这两个不太一样哦 上面这个是说 我一边放音乐 我一边可以做别的事 但是可能被打断 音乐可能没有放完 那我现在呢 我就只要把这个音乐不断的放 把它放到完 那我不要的这个icon呢 就把它丢回来 好 当我音乐全部放到完的时候 我这个短短的程式就要宣布结束了 那么在控制这边 我来挑最下面有一个叫做停止全部 当我这条声音唱完的时候 我的程式就要停止了 好 那我现在 好 唱完了 就全部停止了 可是这样是不是太单调了呢 怎么讲叫单调 这个歌手啊 他的造型就一个 我想让他生动一点 我来复制一个他的造型 对着这个造型按滑鼠右键复制处理一下 在工具的右边 我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我准备对他的嘴巴来做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向量图 我可以再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调整一下 我让这两张图啊 唱歌的时候嘴形稍微动一下 我按这个重新塑型的功能 我点许的这个嘴巴 我把它调整一下 我第二张图让嘴巴小一点 在边线上点下去 可以多增加一个控制点 那得再放大一点 这样子嘴巴这个造型是不是就变小了 所以一张一盒看起来就像是唱歌的动画 好 我们再回到他的程式区这里 好 这个滤旗一点 他就负责放音乐 我另外再来一个 同样的滤旗被点的时候 他就来做这个动画 他要不断的重复 在控制这个类组里面 有一个无限次的循环 那做什么呢 我们就叫他嘴巴一张一盒 就叫他等个0.5秒 就换下一个造型 造型是属于外观 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看像不像 注意看这个嘴巴 嘴巴有点像的 对不对 你还可以让他做得更好 在这个等待0.5秒就换造型 这个功能里面 我把它复制一下 我让他这个张嘴的时间长一点 那闭嘴的时间短一点 那我就必须要告诉他 一开始是张嘴 所以在外观这边 一开始的时候 绿旗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Single1 这是嘴巴张开的 我们来回忆一下看这个造型 第一张图是原来嘴巴张开 第二张图是嘴巴缩小闭起来的 绿旗一点 一定是张开大嘴 然后等0.5秒 换成小嘴 那大嘴小嘴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像唱歌呢 歌手唱歌了 嘴型也动了 这个舞台有打灯 这灯不会变化就太逊了 回到舞台的程式 我们帮他写个程式 舞台背景的程式 当绿旗点下去的时候 我就在外观里面来寻找特效 有一个叫颜色 我让颜色每次都改变20 那就让他不断的改 那看效果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Run一下看看 这样感觉还不错吧 我们第一个程式就到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